哇 现场铁针赛吗 抽啊 我的看法就是三年 就是高端化 放慢 基本盘还在 可吃可不吃 没放弃 所以就给我的分享 你说什么可吃可不吃可不吃 这个不太好说啊 这个 反正有 可能有一些对于商费者来说 并不是必须的 或者说他觉得东西好 但是并不是他必须的 比如这些 这个产品仅是比较新银的东西 然后他就暂时鲜放器 但是可能一些鲁铁的老铁 蛋白粉他还是要吃的 所以还是会有的 所以这个会是我不看到的一个趋势 运动的这个产品 越来越细分化 就不是说我以前提到运动健身 我买一罐蛋白粉就行了 其实不是 现在他越来越会针对某一种 运动类型开花相应的产品 比如说户外耐力型的 然后在健身房鲁铁型的 对吧 然后现在非常一个大的门类 是专门变向女性的 这个是我觉得以后会 这个分类会加的越来越深 非常垂直 而且我觉得以后变向老年人的 老年健身的这个营养品的市场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空白 哇 这在疯狂干什么的 这在疯狂干什么的 台风季 跆拳到嘉年华 这是练腿力的 这个好闪呀 这个是金属的 这还打磨了一下 这个好亮啊 哇 现场铁针赛嘛 单手 哇 哇 涼麥斤 这个一共是100公斤 哇 很难的 单手 哇 硬拉 太难了 哇 这两个小的 既能喝水又能健身 旋击传感器 我在这个恩义馆逛了一下 恩义馆的主要的产品呢 就是这些跑步机啊 有氧的无氧的 然后我这次来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无氧的设备 运动相关的器械非常非常的多 跟去年比起来这种健身器械设备 它真的是能看到市场的一个反馈和趋势 而且参展 和参展商的数量来比的话 这种无氧呢 已经超过了这种有氧设备的一些相关训练 而且配套的东西也都是针对无氧的 好 外面下雨了 外面下雨了 我现在要去恩乃馆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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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天 这个是恩乃馆 哦 som blogs 嗯 嗯 哇 哇 可能没有人玩了 这个开始收了 这四个字 来走 所以呢 上一次Friendy给我做了那个专访之后 我连续 我自己的品牌 对比这些曾经的行业 头部 行业爆雷的这些企业咨询 那运营成本 大家都知道 无非就是水 电 煤 然后还有一些 耗材 那么基本上 这个都是一个固定值 差不多在7%左右 那么如果说 你的人力成本在6十 租金成本达到40 还有70%的利益成本 整个的一个成本 可能就要超出 你的营收的权盾 所以这也是导致于 它会在消费降级之后 暴露的一个根本性 那么一座牌验 做好好的课程 来进行博更酷的一个体验展 或者我们的章道德之后 我们的章道会去看这些地方 有的功能都会做到最后的地方 这个展会好在还有好几个同区举办的这种健身会 然后有的是做普拉提课程的 有的是开健身房的 有的是开高端健身房的 有的是做数据 教你怎么做门店的 因为今天是展会第一天 你要是想了解一下的话 你一定要过来听一听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健身房的设备 还有那种叫团件 就是说大家一起在一个小型的工作室 这种状态下去开那种普拉提的馆 进行小名课程的都有 同期举办的一些演讲 嘉宾的分享呢 我觉得干货挺多的 你要过来的话 你可以去听一听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然后也有很多相关的经验 也已经做得比较不错了 对于一个想入局的小白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适合 因为他们的经验呢 可能资金你可能不如他 但是有一些嘉宾的分享 也挺靠挺接地气的 毕竟说你入局想做这个健身行业的话 如果你想开个健身房也好呀 在设计开个店也好呀 或者是自己开个工作室也好啊 因为这个是要真金白银投入的 那么你需要注意哪些点呢 比如说场地呀 然后人员呀 还有这个就是日常运营的这些费用啊 这个是三大要素你要考虑的 那么您选指的这三个要素的逻辑是什么呢 这个嘉宾分享会讲一些 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你过来听一听吧 现在去N3啦 冲啊 还在下着雨呢 看都没什么人 我刚注意到这个扣子啊 这双裙索哎 这种健身镜呢就比较普遍了 然后它是不用的时候 可以当一个镜子用的时候呢 可以让它去健身 像这种健身镜呢 一般有几种形式 一种就像现在这样 它是相在一个墙上的 还有一种是立施的 是立在地上的 然后今天我有看到一个新的 它是立施的那个部分呢 是可以折叠器来使用的 然后里面的课程呢 有几种 一种就是有点意志类的小油器 它就是跟你有互动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课程 然后现在呢 这个行业的课程也发生了一些转变 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有氧运动 比如说一些健身操呀 一些什么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已经跟一些 力量训练的东西进行了结合 比如说它在一个镜子上面 会互相带一些 练习你手臂臂力 练习你的下肢能力的一些 简单的课程 然后呢 目前来讲 面对西端呢 就是你需要提供这个设备 这个硬件方面 那你软件方面呢 你还要进行一些提升 比如说你找老师 找教练 派专业的课程 然后针对小白人群 针对老年人群 针对不同的性别 然后进行一些 课程的教学 刚刚也了解到 就是 针对健身这一开 它的市场也就很信任了 然后从食物方面呢 就是市场的消费者呢 它也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可买可不买的时候 它就不买了 不像以前说 可买可不买 那我就买了 我们国内就是发展起来 没有国外迅速吧 但是行业 卷的影子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蛋白粉这一块 就非常非常细分了 目前来讲 我们主流可能还是拿一个桶 然后卡一点 然后自己去用 比如你去健身房 可能也包着桶 但是这种呢 就是非常的不方便 可能国内有一些 已经开始做一些液体蛋白粉 这样子你去健身房训练的时候 你只要向对应的 和液体不用自己的冲 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 针对女性的 甚至出现了一些 针对不同的肌肉 你训练这一块肌肉 针对这块肌肉 然后进行的一些补技 也已经慢慢出现了 这个管就小太多了 怎么 有马场的 有吃龙虎 哦 我也饿了 我觉得这个里面 大部分哦 是这种小型的摊位 然后呢 厂价比较多 这个好多年前就流行了 然后相关的这个腰房 腰带之类的 我现在在N3馆 N3馆大部分的 都是一些厂家 不像N1馆 大部分的都是一些 合作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它是健身房 专用的一些企业设备 然后之后他们也配套 做一些课程 这样打包卖的 这款不是 这款基本上都是厂家 然后厂家主要是 卖设备为主的 然后呢 它在软件方面一部分 比如说研究的课程啊 相关训练的一些 知识分享啊 这些都是没有的 我就是提供给你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可以去来购买这样 然后大部分都是有康的 来参加展会的 我看了一下 第一馆呢 真正搞健身的人比较多 然后呢 其他的馆 我现在找到N2和N3呢 可能是想开店的人 想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比较多 现在市场的态势呢 就是如果想开健身房呢 可能更冷静了 不像以前我冲动了 我有一笔钱 然后我想去搞这个东西 或者是我非常热爱健身 然后我就想自己开一个 然后也顺道自己也能练 然后呢 也能跟其他的热爱运动人 一起去技能锻炼 现在这个市场楼子变了 可能大家的钱 也没有这么的灵活使用了 所以呢 对于入局这一块呢 可能更谨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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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